这个视频是会去说一下 在当我们把一些动画素材给下载下来的 然后import到我们的项目的时候 怎么去预处理这些动画素材 因为这些动画素材可能不能够直接使用 现在就是以我们现在那个项目为例 我们有两个动画素材包一个是这个 so animation 就是这个键的anime set pro 一个是movement这个包 然后因为现在每一个素材包都会自带一个 这个由于是maniquin 这一个他都会自带一个骨骼 所以你看这个movement 这一个也带了一个骨骼 等于说movement这个animation里面的所有的动画 他都是引用他这个包自己带的这个骨骼的 同理这个剑这个这个一些剑的动画 剑啊用剑的攻击动画 他引用的骨骼也是这个包里面自带骨骼的 然后这两个骨骼其实是标准那个unreal骨骼 所以当我们去呃点开这个比如说这个键的 呃这个动画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里查阅到这个键所绑定的那个骨骼底下所有的呃那个动画 但是你看只有这些attack这些都是用这个键的 但你找不到那个啊movement就是这个移动的这些动画 因为他们啊他们的用的是不同的骨骼 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要使用呢 这些动画的素素素材的话 我们我们就需要就是定一个就是我们的啊 这些角色或者是我们呃需要以哪一个骨骼为基准 像这里的话我我就新建了这一个啊 soul character player 这个这个soul character player 他他用的是这一个啊 引用的是这个用键的这个骨骼 就是这个就是那个soul anime 呃就是那个键 就是这一个啊 嗯package底下的这个骨骼啊 mash里面的骨骼 就这个soul anime soul animation animation set pro 呃 所以比如说 所以说呃当我们去选择这个player 为例子的时候 呃 然后现在这些就是这个已经那个player 已经可用了一些动画 你可以看啊 因为他是呃 绑定那个呃 那个soul animation set pro的啊 骨骼 所以你看这里他预设的这个在asset browser里面 你可以只可以找到这个soul 这个键animation set pro的那些动画 但这时候如果你想要用啊 那个movement的那些动画怎么办呢 你就需要retarget 就是你找到这个movement 啊 animation set pro里面的一个动画 比如说啊 我们都是用roomotion的动画的 你比如说你想用这个 这个啊下蹲的这个移动行走 然后呢 这里面同样的你也是找不到那个键的国际动画的 这全都是那个movement animation set里面的呃动画 你要让他们互相使用你就先要单击右键 然后在这里有个retarget animation assets 有个duplicate animation assets and retarget 然后等于说就是说我现在这一个啊 在这个movement animation asset pro的 以这个package里面的那个骨骼为基准的动画 把它retarget到这个 也这个soul 键animation pro 这个soul asset里面底下那个 呃骨骼为基准的动画 就是说 这两个啊 然后你要看这两个的那个骨骼 就是这两个那个骨骼初始那个post是不是一样的 在这啊 这个情况下 因为我已经把他们初始的 初始的那个post 那个姿势已经调的一模一样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两个是一样的 但是有一些啊啊 package自带的骨骼 可能他们的那个那个初始的那个姿势或者那个post 是不一样的 这时候需要你去调整那个初始的post 然后再retarget 不然那个动画可能就会有啊很怪异的行为 所以这里我们如果点retarget 你可以看到他就会啊 他就会啊复制了那个动画 然后把那个动画重新给retarget到啊 这个啊我们要的那个目标就是这个soul animation 啊 asset prod上面了 所以说这一个 这一个你点开这个动画 这个动画它是 他是这个下蹲行走的 但是同时他这个因为他引用的是那个键的呃 那个键的动画包裹骨骼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他这个 ss browser里面可以选择其他键的攻击动作 所以说这时候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使用这个动画了 我们把这个动画放到我们那个player那个啊 好文件夹里面 然后当你我当我们选择这个player的这个骨骼mash skeleton skeleton mesh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他的animation里面找到我们刚才加了这个这个动画 啊然后这时候啊我们再把这个动画啊做成一些animation montage 啊 啊 或者说其他的啊 啊 就 可以直接apply到啊 以这个soul animation ss pro啊 为骨骼为骨骼的啊 这一个skeleton mesh上啊 因为我们这个animation characters啊 我们这个啊 我们这个player character就是以啊 这个skeleton mesh就是把啊 啊是两相关联的所以这个动画也能够apply到他上面 就举个例子 假如我们把这一个滑铲的动画啊 变成 呃 假如我们把这个啊 我们首先叫create一个这个下蹲这个crouch create一个animation montage 然后 这时候我们打开这个player 然后把它那个 他这个rolling就是这个 反滚的那个动画可以改成这一个比如说 呃 这个下蹲这个动画 然后sake compile 然后就是我们关掉然后 要把这个东西的 slope改成 upper body 保存 然后我们再开始游戏试一下 当我点空格键的时候 他就开始放这个下蹲动画了 那他其实他就取代了那个啊 翻滚的动画 所以这时候就是说啊 如果我们有不同的 那个动画包的话 每个动画包会都会自带一个骨骼动画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啊 让这些 让我们的这个player 或者是让我们的 呃 让我们呃 制作的这些s skeleton mesh 可以用到这些不同的动画包的动画 就是把这些动画包里面的动画 重新retarget到 我们啊 想要的那个骨骼上面 啊然后这样才可以使用它 叫retarget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就是每个动画的动画包子带着骨骼 他可能初始的姿势会不一样 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就是可能要去调整他的那个 呃 pose 比如说这一个 他的初始姿势就是view pose 他其实已经是完全调整好了啊 成了t pose 那和 这时候我们就不用再调整了 但是有一些动画包他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pose是叫a pose 就是说他手是向下垂的 然后啊这样啊 左左手是 稍微下下垂 然后右手稍微下垂 形成一个a字型的 这时候假如你一个骨骼是a字型 一个骨骼是t字型 这时候你retarget的话 那个动画就会有问题 所以我们要啊 在这里调整它或者用 或者用啊 或者用一些啊 比较啊 呃或者在导入一些啊 导入一些那个动画啊 或者说pose文件 就是说这些我们预设好的pose 然后用这个预设好的pose 把这个他当前比如 他是a 就是a pose 就是两只手是往下垂的a pose 啊用这个modify pose 然后找到那个 那个预设好的pose 然后把它啊选择 然后就可以把a pose调 就把他现在的pose给变成那个你预设好的一个pose文件 poses 然后你保存的话 他就可以呃可以变成那个 然后你所假设你所有的骨骼都是用 用同一个poses的话 就可以把所有骨骼那个pose给变到同一个pose 这样他在retarget的时候就可以是完美的retarget了 当然就是说如果骨骼他们本身之间不同的话 你retarget就会出问题 像这个例子的话他们虽然是不同的骨骼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其实都是叫 U1U4manicrine skeleton 其实他们就是用的那个 啊和虚幻引擎4标准的骨骼 在这种情况下 你去啊把他们那个 初始的姿势 初始的pose调整了一模一样的话 你再去retarget 这样就是就是完美的那个重新retarget 但是如果他们是不同的骨骼的话 他们骨骼结构可能不一样 你可能无论怎么retarget 还是会出现一些奇怪的行为 所以在那个使用那个animation 就是动画的这些素材包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去调整这些啊 这些啊 初始姿势以及去重新retarget这些animation